接下來一連三集會和大家介紹12個星座的幸運石 貴人星座 各星座的理財能力和專屬的財運水晶 有興趣的朋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首先要看的就是山羊座,又名為魔蠍座 至於山羊座或者魔蠍座都好 你們的幸運石就是六重石 六重石又叫做求財之石 可以幫你們增加財運的運勢 而你們的貴人星座就是金牛座 至於你們的理財運勢,你們很厲害 你們懂得花錢很小心 而且也懂得看長線投資去做決定 而且也將金錢看得很重 所以你們要提升你們的財運和運財的水晶 就是黃水晶,可以聚財和增加財富 除此之外就是剛才我所說的六重石 就是求財之石 輪到第二個星座就是水瓶座的朋友 生於1月20日至2月18日 水瓶座的朋友,你們的幸運石就會是紫水晶 而你們的貴人星座就是天瓶座 多點黏住他們 除此之外,你們的財力指數就會是這樣的 首先第一,你們對今次的慾望比較偏低 因而你們洗錢時就會隨心所欲和及時行樂為主 所以因而出現不理智的消費 容易陷入財務困境,不習慣儲錢 所以如果要提升財運的運財水晶就會有青金石 青金石其實可以提升對金錢的分析力 動策力令到你們理智地運用 而白水晶可以令到你們的頭腦會比較清醒些 決斷能力高些 放在財位就最適合不過 來到第三個星座就是雙魚座 新於2月19日至3月20日的朋友 你們的幸運石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幸運石 就是叫車渠,你們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而你們的貴人星座就會是天蠍座 至於你們的財力指數就會是這樣的 你們的理財觀念比較薄弱 不太知道自己的錢花了在哪 和很容易受人影響,引致決定錯誤 尤其是在投資方面,所以要特別小心 所以如果你們要增加你們的財運 運財水晶,珍珠其實會幫到你們 它可以增加你們的財富和你頭腦的清晰度 除此之外,粉精也可以幫你增加人物 增加財富,吸客吸生意 大家可以試一下 接下來來到第四個星座 牧羊座,又叫做白羊座 新於3月21日至4月19日的朋友 牧羊座你們的幸運石會是簡單的白水晶 而你們的貴人星座就會是獅子座 至於在理財方面,你們要特別注意 因為你們對錢方面毫無禁忌 而且你們喜歡打扮,喜歡享受生活 屬於一個享樂主義者 不過就容易出現債務危機 因此理財水晶 有哪款水晶會比較適合你們的紫黃晶 它可以幫你有智慧地善用金錢 增加你們的財富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集的內容 請大家給個like和subscribe 按個鐘仔訂閱我們 有待改善的地方不妨留言給我們 多謝大家,下星期見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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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